1月3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会下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90名议员 在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监视下 完成了庄严宣誓 这是香港特区完善选举制度后产生的首届立法会 也是特区行政长官首次作为立法会监视人 有议员表示 中央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 确保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行稳支援 也确保香港社会长治久安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政府 它在香港最艰难的时候果断出手 先是落实港区国安法 然后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让我们由乱入治有一个新开始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一起推进良政善治 我期望政治的环境会大致趋向平稳 是为这个经济社会发展 和这个公共政策实施提供了稳定和有利的条件 第七届立法会是可以跟政府携手合作 改善经济民生 有议员指出 新一届立法会的选举体现了广泛代表性 政治包容性 公平竞争性与均衡参与性 是香港优质民主的成功实践 相信新一届立法会将一改过往乱下 为香港开启良政善治的新篇章 新一届立法会的组成 确立了爱国者治港的新秩序 令香港踏上由乱到治 由治及兴的新台阶 让议员在正确的轨道上 整装待发 共同开创良政善治的新局面 我深信大家都会本着以理服人 求大同 传小义的原则 义事 论事 只讲政治立场 只拖后腿 用拉布 点人数 走议会规则的灰色地带 将庄园的议事堂变成斗争之地 这些令人争厌的行为 已经成为绝战 今届议会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有很多素人 或者有很多新丁 我相信我和一些新丁一样 我们愿意跳出这个舒适圈 为的都是希望我们爱香港 能够为香港去到服务 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同心同德的 回到一国两制的初心 我们大家一同的奋斗的话 香港是可以再长高峰 谈及未来的市政方向 多位议员表示 改善香港经济名声 将是未来议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我们要令到每一个市民在香港 都可以分享到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 我们这帮议员 日后入到议会 我们首要的工作 就是要解决香港的民生 作为今届立法会最年轻的立法会员 既是压力 亦都是动力 我会着手去推动政府 解决我们深层次的民生经济问题 包括社会公义的问题 青年发展的问题 现在其实四大支柱 香港的四大支柱 佔了GDP的55%以上 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善用这个优势 令到产业之间有更好 更多联动 更多互保 找到一些新的增长点 同时间我和各位同事都会一起努力 推进各项 有利经济发展 和民生的发展工作 一起可以合力贡献香港 议会只是梁静的开始 民心才是善者根本 我希望我和89位的同事 一起去监督政府 协商议政 凝聚人民心 令到为国家 为香港贡献更多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